大家好,我是顾允琼博士 今天美国科研界又沸腾了 我们都知道世界在进入新能源阶段 逐步淘汰传统的汽油车 根据数字统计,2050年我们会有两亿辆电动车 但是新能源车的电池回收一直是很大问题 甚至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污染 要知道,我们那时候会有200亿的废旧电池 但这一切正被一位华人科学家发明的 电池回收新技术解决了 目前正在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的研钞表示 开发的新技术可以让闲置的废电池 在他们那里收到新的证据 原材料来制造新电池 比厂家自己制造新电池的成本更低 而且还能降低对原生矿的依赖 希望这位科学家能够尽早地为祖国有所作为 毕竟生产大国更需要防止污染 和提高回收率 河山志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为清静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字幕里面 杨栋梁 连接 diye